国镇政府把人民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大马皇家警察征聘21,761名警员以确保人民的安全 因此从2010年至2016年期间 大马的罪案指数已下降47% 罪案从2009年的209,817宗 在2016年下降至112,354宗 通过LED路灯、闭路电视及安全电演计划 已装置5210攒接灯及992台闭路电视 2852加油站参与安全电演计划 因此罪案率已经减少23% 而人民的安全印象指数达到61% 16416名志愿后备警察 支援大马皇家警察 共同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 2017年国际人口贩运报告指出 大马已提升至第二级 不再处于观察名单内 国镇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民为本 即效为先